廣東省十一屆人大常委會第29次會議在廣州召開 接受黃華華辭去廣東省長職務的請求 65歲的黃華華今年達到部委級的退休年齡 當局沒有透露黃華華的動向 廣州的南方都市部今天刊登黃華華的專訪 她表示省府正密切關注國內外經濟的運行環境的變化 全力控制物價穩定增長 著力緩解經濟發展中突出的矛盾 黃華華原籍廣東一直在廣東工作 最初做煤礦機械廠的幹部 92年進身廣東省省委常委 一年之後出任廣東省委副書記 03年任廣東省的省長 致力推動粵港合作 曾經多次到訪香港 強調粵港之間存在純齒相依的關係 由於地緣關係在攝爬粵港合作框架協議 和諸三角地區改革發展規劃干擾之下 有緊密的合作 黃華華特別著重倚重香港的獨特優勢 發展廣東的金融業 09年黃華華出席粵港合作聯席會議 簽署了8份合作協議 包括共同開發深圳的前海時就指出 前海的發展將會一改過往 港商北上發展的前店後廠的發展模式 前海不是前店嗎 後廠在香港嗎 總不在香港嗎 不會有影響 我想以後發展起來 副業的前店後廠也一定會是雙贏 放心 黃華華離開廣東權力核心 由廣東省常務副省長朱曉丹出任代理省長 58歲的朱曉丹現任廣東省副省長 過去曾出任共青團、廣州市委書記、廣東省宣傳部部長等等 去年出任副省長後提出要加強與港澳地區的科技合作 探索有利於促進區域、稅收、金融等等的政策 共建互利共贏的區域、創生體系 對於廣東省省長黃華華的請辭 香港特區政府就回應指 越港曾經多年合作已經奠定了穩定的基礎 特區政府會繼續循著現有的越港合作機制 積極推進兩地的優勢互補 發展兩地間的長期合作關係 不會因為有任何人事的改變而受到影響